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亮正在对着太阳发牢骚 他说 他从来没真正看过下面的世界太阳兽 我已经看过了一切 让我来指出那里的一些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座城市 里面的房屋和建筑物很多 那里有一个村庄 里面的房屋很少 这是房屋的外面 如果你从窗户偷偷看进去 你就可以看见里面 再看远一点 你会看见一座大森林 大森林有一朵小花 这里 我们是从里面看过 这里 是从后面看 这只大象是重的动物 可是这只小鸟非常轻 我的毛皮是带有斑点花色的 是指的终毛是素色的 是指的终毛是素色的 这是一只胖河马 那是一只终蜥蜥蜴 那是一只终蜥蜴 一只有羽毛的蹄虎 蹄虎 蹄虎 和一只有毛皮的蹄虎 一只有毛皮的蹄虎 长颈鹿的脖子长 可是晚上的脖子短 其实世界上也有短颈鹿 只是一只比你最重的 看看这凶猛的老虎 看看这 胆小的兔子 一只 弱小的猫咪 一只强壮的熊 印度的 印度豹跑起来很快 而乌龟却总是慢慢来 你看这一切不是都很美妙吗 太阳说 我多么幸运啊 我相信没有什么是我 没有看见过的 有 月亮回答说 每天晚上我都看见 你从来没有看过 而且永远不会看见的 黑夜 好 好 来 在这一天